我最爱你 少族齐老师阿松21号在一大少家中举行家计与公计 孙子辈亲上他老人家创作的少族歌谣作为纪念 许多人听了都不禁哽咽 因为这首歌不但是留给家属 也是留给少族 而他的离世对地方文化界来说 等于少了一位少族文化导师 我们常说他是我们少族的文化导师 告诉我们有关于少族的林林种种 包括土地流失 包括部落变迁 包括语言的流失等等 那同时他也很期待了我们能够协助少族 把文化进行附赠工作 当时原住民族群身份被归类在州族的少族 终于在90年证名为少族 为台湾原住民第十族 完成多年的证名梦想 当时石阿松对少族语言文化附赠 具有关键性力量 让语言文化面临评委的少族 有了重生延续的力量 因为少族他有传承上的很大的危机 所以他今天不在了就代表一个 奇老的世代 这是开始凋零 那接下来就要靠族人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延续下去共同来做传承 如今石阿松与世长辞 而他遗留下来的语言及珍贵史料 成为少族重要文化资产 面对其老凋零离世 不只是少族文化传承面临极大考验 对任何一个族群而言都是重要提醒 记者肉 南投鱼池 超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赞 头线 转发 打赞 转发 转发 打赞 打赞 но 打赞